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高速驾驶把握速差至关重要 速差是指同向行驶 两辆车之间的速度之差 速差越大 事故风险也就越大 那么行车时应该如何把握好速差呢 今天的生活提示 我们就和您聊聊这个话题 人们都说十次事故九次快 所以不少人下意识里觉得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慢点更安全 而实际上低速行驶同样危险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典型案例 因为处于山坡路段 此时大货车正以每小时 40公里左右的速度行驶 而快车道上一辆小轿车 长时间低速行驶 导致后方车辆已经开始聚集 当行驶到隧道口处时 小轿车再次降低了车速 与后方车速差迅速加大 最终导致后车躲闪不及 酿成多车追尾事故 好在并无人员伤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78条第一款的规定 高速公路最低限速为每小时60公里 一旦出现低速 后方同车道的正常行驶的绝大部分车辆 就形成了速度差 不仅影响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 更加容易引发追尾的交通事故 据天津高速交通事故数据显示 2022年天津高速因前车低速行驶 引发追尾的交通死亡事故为23起 占全年交通死亡事故总数的26.74% 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那么容易出现长时间的低速行驶的路段 主要有哪些呢 天津高速交警通过调研发现 在高架桥梁路段 司机受心理和车辆性能的双重因素影响 常常会不自觉地就降低车速 极易与后车形成较大的速差 相关事故占比极高 另外高速出入口和隧道出入口的地方 很多司机会下意识地踩刹车或极减速 也容易出现较大速差导致事故 所以建议司机朋友到了这些路段 一定要观察车速和前车距离避免事故 另外近五年的天津高速公路死亡事故数据显示 在山区高速上以及货车集中通行的时段 特别容易因超车引发死亡事故 此类事故大部分都与追尾碰撞货车有关 给高速通行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 由于货运车辆的动力系统 刹车系统和车辆结构性质的特殊性 就导致了重型货车不会像小型客车那样 可以急加速或者减速 小型客车一旦并入货车行驶的车道进行超车 二者之间形成速度差 容易导致追尾交通事故的发生 货运车辆行驶速度较慢 尤其是在上坡路段 虽然目测与前方货车距离很远 但因为较大的速差 实际行车时几秒就能追上大车 往往来不及反应就发生了追尾事故 所以建议借到超车时一定要远离大车 好了 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了解更多节目内容